密宗六种成就法之基本修法 也是修气脉最主要之瑜伽 灼火只入定时 旗下四指许中所生暖热之气 观修灼火生起而入定 称为灼火定 大家好 修行长生 真灵我生 欢迎来到真灵时间 为大家分享今天的故事 无上瑜伽诸派一般都透过修宝平气 金刚颂引发灼火 此外也有观明点 观火焰 等多种发起灼火之法 灼火燃起后 先观想它变满其轮 渐渐上升至全身 既观其火如电光灼照 从毛孔中外放迪静自身中脉 其明点的不静构障 并照出宇宙 令一切众生皆得利 乐富收回于旗下 若静而以宝平气鼓动灼火 令其寻中脉上升 融化顶伦白菩提 从顶喉心依次降下至于其轮 能生逆顺 四喜 身心享受到极大安乐 在抵达最后 据生喜之境界时 则能得据生智 当然谈到捉火定 又叫火光三昧 以前佛陀释迦牟尼佛在的时候 他本身在一本经典阿含经里面就提到过 如来而时 依注如是火光三昧 生出大火 就是修 气脉点 宝平气 我已经讲过 脉 身体的脉 可以叫做坛成 电就是火 捉火本身来讲 油气来运用捉火 是明点成佛 即通脉的一种方法 修捉火定修成 会有全身光明出来 有佛的现象 它本身还有 神通及游戏 都会产生出来 这几个现象一定有先跟大家讲它的好处 你气会很足 要寡欲修行人欲望要减少 要清心寡欲人有欲望的时候 精气神最容易流失 你为什么会成为凡夫 现在跟大家讲 捉火定怎么修 每一种修法都是要精神集中 都不例外的捉火定有两个口诀 一个是意池 第二个是气久 你的气最好在吸气存气呼气当中 都能保持长久 像饱瓶气一样都是气久 意念要存想在旗下四指的地方 要观想字好像五半边直立的 在眉心天心这地方观想字 一个轰字是白色 而这个是红色之后 红色是要直 要红要热还要抖 这表示有细丝的火在颤抖 这种现象我们称这里叫千叶莲花 这里叫中脉左右脉三脉会合的地方 再来要完全呼吸吸进去 有左右鼻孔进去 吸进去要吹这个红色的绊子 要增加它的红和热 然后一个呼一个吸 叫一吸 完全呼吸要做十吸 它上升到麒轮 再来麒轮的旁边要有温热 下边有温热 上到麒轮是十吸 其轮旁边有温热是十吸 肩边全部温热是十吸 共三十吸 再升上心轮是十吸 到喉轮是十吸 到眉心轮是十吸 全身都是热的 是十吸 是七十吸 这个时候就入定 要观想红色的半字 是越来越红 越来越光 越来越热 这个都是用一池 意念去持用完全呼吸去做 完全呼吸主要是运用气足 保平气修炼的力量 存气在吹动本身的半点 一种想念的力量 跟气的力量 互相结合在一起 接着你观想 眉心轮的字 十吸 字像白色的水滴一样 滴到喉轮 十吸到心轮 再十吸 再到齐轮 一共是七十吸 加四十吸 是一百十一吸 一百一十吸 是初定以后 再做这种观想 轰字水滴下降 充满眉心轮 喉轮心轮 齐轮 再充满全身 下降一共是四十吸 上升是七十吸 这种修炼的方法 每天要六回 等到有了温热以后 齐轮开始有温热现象以后 从每天六回 降回 每天三回 它重要的口诀 在于 齐要保存得 愈久愈好 另外是用意念来持 这是水火祭祭的方法 火一上来 入桌火定 再用水下来 水火交融 在你的眉心轮 喉轮心轮 齐轮 五轮 全身全部通通充满 这时候 你的感觉会不一样的 如何给你的火温热 可以产生 两只手 要观想手掌中 有两个大羊 擦掌擦出火 擦出很烫的火出来后 再摸你的肚子 摸三十六下 观想太阳的火 进入你的齐轮 这样 内火才会生出来 松开齐轮 压旋转摩擦齐轮 另外 让它要振动齐轮 把齐轮旁边的经脉 通通松开 捉火 才会升上齐轮 齐轮掀开 才会有希望 再来开心轮 开美心轮 你就成佛神通的力量出来 将来 你可以用这些法 去帮助人 可以使我们身体的修行 与心灵上的修行 互相配合 直接成就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点赞订阅分享 感谢点赞订阅分享